其實這一次高端做實驗 最容易誤導的結果 是來自於我們四軍統帥 公開對外發言做保證 這是最不應該的事情 總統都告訴你了 都替這個疫苗背書了 那請問你我還要解盲嗎 不是政府把其他受試者當敗吃 其他受試者也不知道自己打的是什麼 政府把所有全台灣的人的生命健康 當作兒子 把全台灣人當作敗吃 這樣講就是對的 觀眾朋友我是許甫 歡迎收看論文門開箱 我們今天要談論文門 另外還要談一個現在新興的學科 叫做疫苗門 因為這個看起來 裡面真的藏了多少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遠 更趕快再遠在我們大西洋太平洋 另外一端的彭P來連線 許甫好大家好 是我們今天一開始 當然我就直接講 我也看到你最新的有一篇文章 包括也到了陳副總統見仁 陳副總統見仁副總統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講 這個陳建仁前副總統 這樣子比較對了對不對 陳建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哈 好啦也有留言啦 就是他昨天 午夜寫了一篇就是說 哦他知道他打了是安慰劑 然後呢他準備要再支持國產疫苗 然後再接受延伸的試驗 就是說他要再去打 所謂的高端疫苗兩劑 因為前面是打安慰劑 可是這個真的引起大家 好多好多的質疑跟想法 因為大家其實記憶都沒有這麼差啦 5月28號他上電視媒體訪問的時候 當時大家對高端是不是安全 這件事情有很大很大的疑慮 那這位公衛專家他上去 然後講了說他打了高端疫苗 他太太打了高端疫苗 都沒事都沒有什麼不良的反應 那可能讓有些人就心安了下來 結果他昨天晚上突然回馬槍說 哦原來他打的是安慰劑 而且他其實是在回應 台北市議員王宏威的質疑 說為什麼前副總統會知道 5月份就知道他打了是高端疫苗 但是他為了要駁斥這樣的說法 他到昨天晚上說 我昨天才接到通知說 我打的是安慰劑 但是彭P有說這個前副總統 陳建仁其實滿口謊言 為什麼呢你幫我們說一下 好這件事情我覺得 我不能說陳建仁說的是謊言 但我必須說他指名道性的 罵了王宏威議員 以及這一段時間的媒體 對他的一些評論 他認為這是堂而皇之的謊話 憑空捏造的事實 深感震驚痛心更令人遺憾 我覺得這些話是涉及這個 假種誹謗 這話怎麼說呢啊 我覺得第一個在5月29號的那天 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那天是我生日 幾歲生日我忘了 5月29號那天 陳建仁接受了民事的專訪 他不是被人家堵麥的時候 臨時脫口而出講的不精準哦 他是好整以暇的參加了 民事的專訪 我想許甫我們都是媒體人 我們知道這種專訪都是C好的 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那個時候劉建興 號稱劉建興 在總統府的筆電外流的時候 裡面不是出了一大堆的 那個所謂駭客文件嗎 不知道真的還假的嗎 裡面不是講了一大堆 怎麼樣去購買置入影響媒體 還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就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在某一天的一大早 突然丟出了一個 各媒體置入專訪的價目表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那天被我們的俠新聞 是 是我這件事有點忘記了 丟入各媒體置入 是 為何 好 就說突然出現在那個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群組裡面 大概出現十幾分鐘 就撤下來發現不對 但是被我們俠新聞的這個 總編輯周子瑜手快 眼明手快就把它給截下來了 於是我們就做了一個 把這個東西就丟出來了 台灣所有的媒體都有置物行銷 就是說如果付了多少錢 這個媒體的這個 就首長就可以上媒體接受專訪 那那個價碼哦 從十幾萬到50萬不等 我記得裡面最貴的是TVBS 好 那其他還有比較便宜的 它的價目表就是什麼 幾分鐘多少錢 你看了以後瞠目結舌 台灣的所有主流媒體 對 全部中槍倒地 你就會發現說哦原來哦 原來那種所謂的專訪 搞了半天是說好的 而且是用錢買的 連價目都有 那我不敢直言說 陳建仁上這個民視的訪問 專訪一定是用錢買的 我沒有證據我不能亂講 但是確實曾經有過 這所謂的首長上電視的價目表 這個價目表是 機關給媒體錢安排 機關首長上節目接受專訪 好 我們先撇開 陳建仁接受民視專訪的 這個動機跟背後是什麼 但我可以直言 這不是在路上堵麥說 一時口誤 這是豪整以霞有準備的 來做一件事情什麼事呢 如果各位從小到大 我們就考閱讀測驗 你就看到 當你看完這篇文章以後 常閱讀測驗就問你說 你覺得這篇文章的主題是什麼 我看完這個專訪之後 我覺得這篇文章的主題是 台灣國產的疫苗很棒 大家要有信心 如果這個閱讀測驗 我一定選這個答案 就是說這個專訪 要傳遞的目的是這個 好 這裡面陳建仁呢 他當時很明顯的說了一段話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 他跟他太太都接受了 都接受了這個實驗 然後都打了第二劑 打完第二劑之後呢 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 他的全文是這樣的啊 我寫下來 他說在當時有一家疫苗公司 他們在徵求上了年紀的人 我現在講的是逐字稿 我沒有加油添醋 他說 他說這個上年年紀的人 缺乏參加實驗的人 我跟我太太呢 就參加了他們這樣的 這個臨床實驗 我們兩個人都發現 沒有什麼大的副作用 那是5月29號講的話 好 我當天就在我的臉書上面 我是第一個媒體 我應該是第一個啦 我沒有看到其他人 我就質疑了 我說就我在台大教了20年 每一年沒有一年漏掉 我就要研究方法 教統計 就我就研究方法的 一點點的心得 我說這個疫苗呢 勢必要必須是雙盲實驗 就是做實驗者跟受測者 兩個人都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打了什麼樣的疫苗 對照組還是實驗組不知道 所以這個疫苗 它的實驗組 就是打真正的高端的疫苗 對照組就是打的是生理食鹽水 做測試的人不知道 被打的人也不知道 所以理論上 陳建仁跟他帶來 根本不會知道 他自己打的是什麼 他是對照組還是實驗組 不會知道 因為知道就破壞了 就污染了這個實驗 為什麼知道就會破壞污染這個實驗呢 我不多說這一講起來 肯定要講一堂課 好 簡單的說 這是做實驗的ABC 受測者不能知道他打的是什麼 那請問 陳建仁 對才要解盲嘛 免得人心的因素 很多因素會去誤導了 這個實驗的結果 其實這一次高端做實驗 最容易誤導的結果 是來自於我們四軍統帥 公開對外發言做保證 這是最不應該的事情 我請問你 當解答答案都告訴你了 那這個過程 改考卷老師要怎麼辦 他怎麼辦 總統都告訴你了 都替這個密苗背書了 那請問你我還要解盲嗎 我還要看數據嗎 看出就好像 總統都只是說論文門 直接判彭P敗訴 那請問你法官要怎麼辦 我都把答案告訴你了 這個過程我要怎麼做 所以最不應該千不該萬不該的 就是在二期實驗 還沒有解盲之前 各高層紛紛跳下來做背書 而其中千不該萬不該的 其中一個人就叫做陳建仁 如果今天陳建仁是電機院士 或者是這個什麼 太空物理院士我就算了 你可能不是那麼清楚 做實驗的 所謂的這種實驗 或者是生物實驗的一些基礎 你今天是中央研究院生物組的院士 特別是專家中的專家 對你怎麼會做完出來 告訴大家說 我們兩個都沒有什麼不適的感覺 他說我們兩個人都沒發現 有什麼大的副作用 如果你打的是生理食鹽水 是對照組 你怎麼會有副作用呢 那所以你講的這句話是 毫無科學根據 我當時就說那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就是高端你違法了 你打完以後 偷偷的告訴陳建仁說 你打的是安慰劑 那就是高端違法 這個食鹽被污染了無效 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你陳建仁在講那個 就是臉消威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打的是什麼 你怎麼可以出來說 這一針對你有沒有副作用 而且你再去把它 整個專訪聽完 其實他是在促銷 在推動國產疫苗 我認為你如果不就個案 你平常上節目在媒體中 促銷台灣的生理產業 那我一定跟你拍手說 你好棒棒 可是高端疫苗 已經在重重移雲下 再加上炒股的移雲 各種各樣的質疑的時候 你連自己打的是安慰劑 還是這個疫苗 你都搞不清楚的情況下 你竟然公開的替這個疫苗 有沒有副作用做背書 那這不是瓜田裡下嗎 不是裡下不整官 瓜田不納履嗎 你不是很清楚嗎 如果你今天是 歷史學的院士我也就算了 你今天是生物醫學的院士 你做這樣的事情 我如果是你的話 我覺得啦 有良心的人應該被點醒了之後 當場就道歉說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口誤了 結果沒有 我看他沉疾了 兩個月都沒說話 在今天竟然出臉書來罵人 這個是我覺得非常非常 惡劣的示範 他去罵了王洪威吧 我就去查了一下 王洪威到底講了什麼事情 王洪威的意思大概就是在 踢爆他說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你早就知道 你打了是安慰劑 那所以你今天才來講這些東西 我覺得王洪威講的也沒有錯 因為我看到當然都是二手傳播 臉書上說 他說兩家國產疫苗 都還在二期實驗階段 這是報紙上講的啦 他說各收案約3800人 但這些受試者直到現在 還不知道自己打的到底是疫苗 還是安慰劑 受試者中大概只有陳建仁 知道打的是疫苗 他講的這個時間應該是 陳建仁出來爆料 就是5月29號的時候講的 他說受試者中大概只有 陳建仁知道打的是疫苗 政府把其他受試者當成白痴嗎 好這個部分分兩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是受試者當中 是不是只有陳建仁知道 他打的是疫苗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陳建仁竟然會在公開場合 在接受專訪的時候說 他打完沒什麼感覺 可見陳建仁認為 他自己打的是疫苗 作為一個生物醫學的院士 他不會不知道說 假設他打的是生理食鹽水 他根本不用去考慮什麼 什麼會不會有不良的副作用 或者反應 所以正常情況用邏輯推斷 王宏偉這樣的推測是對的 因為陳建仁一定是知道 他自己打的是疫苗 才會出來告訴別人說 打了疫苗之後 沒有什麼特別的副作用 好至於王宏偉的第二句話 政府把其他受試者當白痴嗎 不是這句話有點錯 不是政府把其他受試者當白痴 其他受試者也不知道 自己打的是什麼 政府把所有全台灣的人的生命健康 當作兒戲 把全台灣人當作白痴 這樣講就是對的 但是這整體而言 我覺得王宏偉的這個評論 沒什麼問題 好陳建仁說 今天他在臉書上說 王宏偉憑空捏造事實 深感震驚痛心 他堂而皇之的謊言更令人遺憾 我覺得這句話實在太超過了 而且在最後一段他還講說 很可惜近日來有許多媒體報導 跟網路訊息傳播了許多不實消息 來誤導讀者 實在令人失望與難過 我對號入座 我是第一個踢爆你 我說你根本不應該講這話 因為你無權講這話 因為你不知道你自己打的是 安慰劑還是疫苗 除非私下有人透露你 告訴你這個是疫苗 如果是這樣 那這個解盲之前的所有 倫理就違反了 你也違反 高端也違反 如果高端沒有告訴你 那你就在連消微 而且你這樣的做法 是誤導了社會大眾 如果未來這個疫苗 真的出現了副作用 請問你 你這個以你的一個中央研究院 院士 生物組院士的專業能力 跟專業的威望 再加上你的一個 剛卸任一年的副總統 你要怎麼樣 為你這個發言 所造成的後遺症負代價負責任呢 你負不了責 好 在這個報導中就說 陳建仁在他的臉書上說 令人失望跟難過 因為有很多不實的消息 但是我相信 大多數的台灣民眾都會很好的 科學素養跟思辨智慧 不會受到假消息的誤導 這是台灣自由民主培養出來的 理性跟公益 你這段話 完全講的跟事實剛好相反 台灣大部分的民眾 應該要有這樣的質疑 一個生物醫學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在不知道自己打的是什麼之前 他怎麼可以站出來告訴大家說 這個疫苗對我來講沒有什麼副作用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培養台灣的公民 科學素養跟思辨智慧 不會受到副總統或者所謂的 專家權威的假消息的誤導 這才是台灣自由民主培育出來的 理性跟公益 所以我今天在臉書上我就開罵了 我覺得我很不喜歡 我不喜歡捉對找人單挑 因為我覺得 我就事論事我不論人 而且我還曾經把我的一票 在上一季2012年 2016年的時候投給了 蔡英文跟陳建仁 我對她今天的這個說法 我覺得我非常不以為然 如果你今天7月14號接獲通知 你接種了第二季是安慰季 那你應該趁著這個機會 站出來跟全國的人民道歉 你說很抱歉 我在5月29號的時候失言了 因為我打的是安慰季 所以我當然沒有反應 所以我講那句話呢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借這個機會跟大家道歉 結果不是 他反而畫風一轉去修理那一些 踢爆他在那個時候 不應該如此發言的人 包括了王鴻威 包括了媒體 我自己對號入座就是我 因為我是踢爆你 我認為你根本不應該講這樣的話 於今我還認為你不該講這種話 結果你不出來道歉 你卻選擇了當你知道 你打的是安慰季的時候 你竟然出來還去傷害 還去誹謗媒體跟議員 我覺得這是非常惡劣的行為 是這個因為我看到 過去我對陳建仁的印象 其實我老實說我覺得不錯 而且知道他有很虔誠的宗教信仰 那我覺得這個事件上面呢 要不然他就是豬隊友 要不然就是真的有人在說謊 是王鴻輝說謊 還是高端說謊 還是陳建仁說謊呢 等一下我會拿另外一個人的例子 來印證這中間一定有鬼 但是王鴻輝昨天在深夜也回應了 他說為什麼他覺得陳建仁會先知道 因為他說原來他藏了一手 他辦公室的同仁也參加了高端的實驗 怎麼會他的辦公室同仁 因為就是很緊張 不知道打的是鹹水 還是打的是高端 他現在有資格 可能要去想去填那個 所謂的公費疫苗 他不知道自己該不該填 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打的是什麼 因為他辦公室的同仁不知道 所以他才出來質疑陳建仁 陳建仁並不知道 王鴻輝的辦公室同仁也一樣 去接受這個人體試驗 所以變得起來說 怎麼陳建仁知道了 那其他人不知道 那逼得今天高端出來講說 說什麼呢說 哦我們因為要照顧所有 這個受試者的權益 我們會逐一個別陸續的通知 那變成這一齣戲 好像要看起來 因為陳建仁的說法 要繼續再唱下去 但是我說高端 絕對是有精神分裂 為什麼我們要講到一個人 這個是我剛剛在講的說 陳建仁打安慰劑 這高端解盲公司這樣說 但是我要講到 導播幫我秀一下這個人的照片 大家看一下 這個人如果大家印象中 是我過去的同事 也是我多年認識的朋友 朱凱翔啦 他最近跟高端也是毛上了 然後你看這個是他過去 Cosplay帶刀啊 但是他現在是可能一個人 要單挑到五六個單位 好他先前當然去報了一個料 所謂的食藥署 還有這高端整個檢測的料 這個我們就不細數了 包括高端就說怎麼會洩密要查 然後李斌也說 這一定有人洩密要查 但是朱凱翔繼續的爆料 他在昨天陳建仁深夜講說 喔我接受了 就是人家來通知我說 打的是安慰劑通一天 朱凱翔爆料說 為什麼高端啊 高端明明知道有人打了兩劑 還是確診這件事情 他打的還是高端喔 兩劑確診的事情 為什麼在記者會的時候沒有揭露 那高端怎麼回應他 高端強調說 人體行床試驗不會揭曉 誰打安慰劑誰打新冠疫苗 要到六個月後才會公佈 算一算就是十月底跟十一月 這是在同一天講的喔 然後高端強調說 朱凱翔利用高端繳出去的報告 片面解讀誤導民眾 他說這只有少數一兩個員工 才知道誰打的是安慰劑 誰打的是疫苗組 高端在駁斥朱凱翔的時候 講說你洩密 而且只有一兩個人才知道 你講的這個事情 有鬼 可是呢 為了陳建仁說 他得到了說 我是打安慰劑 高端卻突然講說 沒有我們是照顧所有的受試者 所以我們是陸續 就開始通知受試者 你打的是安慰劑 還是打的是疫苗 我想問彭P 這裡面真的是隱藏的事 沒有不顯露 這看起來兩邊就是自相矛盾的啊 前後矛盾 第三倒四 自己的話 打臉自己的話 就是這樣啊 其實我把高端看成是一個 就是一個盈利的公司 雖然它的這個產品是 影響國民人的健康勝局 但我相信台灣稍微 稍微有一點智商的人 大概都不太敢去打這樣的疫苗吧 你去看看AZ 現在不是已經開放到18歲是不是 連AZ的疫苗在台灣 其實大家都有疑慮 更何況你打高端這個疫苗 我們仔細問嘛你想幹嘛呢 如果國際不認證的話 那你是自己在台灣打好玩的嗎 對不對那你出國 你會你要幹嘛 你完全沒有得到這個認可嘛 所以這樣的疫苗 我覺得經濟效應 我先不講它的生物效應啊 它的這個經濟效應是很低的嘛 那所以我不太去談這個東西的產品 但是我看到朱凱翔 他第一次貼臉書貼的 落落長的一個這個內容 講了一大堆數據 其實我心裡面就是 把由衷的敬佩這位晚輩啦 應該說晚輩 因為他太太是我 我論文指導的學生嘛 沒錯 吳語書 真的 你一定要這樣強調嗎 他跟我同輩好不好 好啦 那 他們也常常聊天的時候提到您啦 真的 是是是 好像講公同向的感覺 我覺得 我打心裡面就是由衷的 尊敬這樣的一個同業 因為有人會在這麼細節 這樣調查性的東西上面去琢磨 去探討 而且你知道齁 你得罪誰都沒有關係 千萬不要得罪財團的利益 他們稀里葫蘆用各種手法 會來對付你 我告訴你這只是第一步 後面還有一大堆 以前我在民視的時候 他們會去抽廣告 打擊這個節目 要這個媒體購買公司 拿掉你整年的預算 反正那個是什麼事 都做得出來 好 更何況這個東西 牽涉到很多的股價 很多的這個炒股 內線交易的內幕 所以我認為 願意在這個事情上 琢磨的媒體人 我都致敬 問題在於說 我看兩邊的報導 我不敢下評論 是因為我說實在話 我對這件事情的全貌的掌握 是有限的 但是無論如何 這件事情是可受公平之事 因為就像朱凱翔講的 你對付我沒有用 你應該做的 你的義務是應該把這整個過程 透明的把報告呈現出來 原來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產品 它是一個國家已經背書 已經訂購了的疫苗 這是牽涉到生死的 健康的問題 這是人的生存權的問題 所以這不是單純的 商業交易行為 那就讓我們把接觸器看下去吧 我覺得社會大眾 應該給朱凱翔更多的支持 一個敢站出來對抗威權 對抗這個有權勢的人 而追求真相的人 像許甫也是 真的 敢去碰論文門的人 敢去碰疫苗門的人 敢去碰這個817萬的人 我覺得都是值得社會大眾支持的 請大家用實際的支持去參與 他們的這一個 對抗大鯨魚的這些勇氣跟信心 好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就是我怕我剛才講太複雜了 簡單來說 朱凱翔爆料的時候高端回應說 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打了是什麼 要六個月後才公布 那六個月就是十月底十一月初 可是在同一天 陳建仁就跳出來說 我知道我打的是安慰劑了 那逼得高端只好 隔一天回應說 我會逐步的通知大家 高端就是在前後 矛盾打自己的臉 所以大家就會對這款疫苗 那你前前後後顛三倒四 我怎麼對你有信心 當然這個有一個法官 在審理假訊息 他叫做蔡寶華 他講的是說 散播謠言足以影響公眾治安寧 他說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主觀上明知不實的事實 散發於公眾的目的 我不知道陳建仁 屬不屬於這一塊 或是高端屬不屬於這一塊 而且客觀上使聽聞者 心聲畏懼和恐慌 可是現在反過來陳建仁是 客觀上他使聽聞者 以為很安全很放心 但實際上是存在風險的話 那我不知道這算不算 好這是一個話題 然後另外我要爆料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剛才彭P都講到 這個余書是您的學生嘛 那這個朱凱翔 你也說這次事件很佩服 但是我知道彭P在第一時間 其實就傳訊息給凱翔嘛 就是說因為這個包括調查局啊 金管會啊地檢署等等相關單位 這個看起來這個來勢洶洶 你第一時間就想說要提供 所謂的律師的幫忙這一塊 其實我大家回應他 他心裡是蠻感謝的啦 就是說當然很多各方大家都有要幫他 但是他覺得他自己 他目前是可以應付得來 但是就小小爆料說 我有看到說彭P第一時間 你有想幫忙他 因為你自己論文門的事件 其實你我相信感同身受啦 所以說會有一種 覺得看到自己在為這件事奮鬥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人 在為另外一個可能疫苗門 這件事情在奮鬥的時候 你想要提出幫忙提出幫助對不對 是這樣就是其實我在論文門的過程當中 也受到很多知名的 具名不具名的很多人的幫忙 所以我知道像凱翔這樣子 一個小蝦米要對抗一個大金魚 他將來會面臨到很多的困境 而且很多時候 當新聞慢慢淡掉的時候 會留下街燈下落寞的他 那個時候可能沒有人會幫他 所以我希望如果 我也常常受人一點低嘛 所以我覺得我能力可及的地方 我覺得媒體朋友彼此之間 應該要互相幫忙 那所以我就覺得 我走過這條路吧 如果我可以幫上什麼忙的 我覺得那是我的義務 好謝謝謝謝彭P 那我再講今天 朱凱翔其實又報了一個料 他說他現在跟高端卯上 他每天一報 他講說一個劇本曝光了 在5月13日 全台停電的時候 蔡總統對停電道歉 但是呢 同時也宣布說 7月底他要打國產疫苗 他說5月30號 結果高端發布重訊說 跟疾管署已經簽了 500劑的疫苗採購合約 讓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哎你解盲還沒過 然後就已經採購合約 蔡總統也急著要來背書 結果他說 他拿到的資料裡面顯示說 因為食藥署提早核准EUA的 期程規劃 高端在解盲之前 就已經在製造送審了 而且手批已經有近10萬劑 給食藥署來檢驗 也就是說 你一邊還沒檢驗的時候 你一邊已經在大量製造 那呢他們原本的劇本是說 6月25號取得EUA 就有54萬劑可以給民眾接種 結果計畫趕不上變化 本來說好要做54萬劑 結果因為過程中兩次出包 最後只剩下8.8萬劑 可以去送審 那當然食藥署就想說 哇你這個製程的良率 或是製程的問題這麼差 所以就不敢冒然的去背書 那他的質疑是說 如果發展到現在 高端如果沒有出包 那還會有鴻海跟台積電 採購BNT的機會嗎 會不會現在我們就是 準備打高端了 這下秀的這張圖 就是他今天公布的這個圖啦 這看起來就是也是衛福部 食品藥物管制署裡面的 內部的資料 好這個當然真真假假或是什麼 就像剛才彭P講的 我們繼續的看下去